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這個是劇毒墓穴室的這個陣容攻略 那劇毒墓穴室又或者是說其他套裝的地下層的第四難度呢 也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目標 因為呢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獲得這個精緻的材料 然後呢原本我們的裝備是紅綠藍嘛 那但是呢再進階的裝備呢 他的套裝又會提升更多的屬性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說是什麼樣的這個裝備喔 我們在營地這個地方呢 然後就是反正你過的主線呢這邊等級就會提升了 然後原本是打造這個什麼紅色藍色跟綠色的 只有加15%攻擊跟15%生命 那到了這個高級呢你用到的材料就變成是精緻的材料 然後這個紅色綠色藍色裝備呢又有分別多出很多種的這個套裝 像紅色就有四種套裝 所以說你還要裝備相同的才會啟動這個套裝的效果 譬如說這個樣子 像我的烏紗的話呢他是紅色的套裝 但是呢紅色的套裝呢他有四種 所以說呢這個這個叫做補死者頭盔 然後呢裝備是補死者皮甲 那可以看到如果說皮甲這邊有帶有豁免的話呢 那他的屬性就更進階了 因為原本是只能夠精煉到12 那再進階的裝備是到16 那鎧甲的話呢他的屬性就會變得比較多 那像我當時在打那個花王有沒有我們要豁免他的這個毒 原本加12的話呢如果說你有這個豁免是主屬性的話 最多精煉到12是50 但是如果說這個是進階的裝備的話他的這個豁免可以到80 80的話呢我們去撐豁免 抵抗對方的負面狀態就會更簡單一點 那衣服的話呢我這邊有一個是野蠻人皮甲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套裝的 這邊有個刺客手套但是雖然說這兩個都是紅色的 但是 剛剛看到是野蠻人嗎這是刺客所以這兩個對不上喔 武器的話有可以吼 這是野蠻人戰斧 所以說這個野蠻人就要跟野蠻人一起使用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那進階的裝備呢就是在打這個難度4 所以說也是一樣我們先找一個 難度4可以打的 然後呢 反正等級提升到70級到90級之後呢 下一個階段的就是提升自己的這個裝備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難度4怎麼打 那因為呢我現在抽 對我還是沒抽到傳說的角色 那用的角色呢都是我覺得算應該算平民啦 這個主角是冰主角90級 然後呢第3天送了這個火矮人 然後火矮人真的很坦喔 那再來烏砂 烏砂你沒有的話呢這個怎麼講呢就是免費活動 可以送一個自選藍色我建議你可以選這個烏砂 然後奶 這一個的話呢毒奶的話一開始就會有 所以大家都會有 那最後一個補師的話呢 就看你有沒有其他的這個補師 那這一個這個梅根是我今天才把他練上來 那他還沒有到4星 他真的是蠻好用的 他的大招是持續恢復生命值 還有增加這個防禦力喔 好那我沒有吃15 我們就來看看說這個這個戰鬥的過程是如何 然後隊長技是使用 很普通啦 就是加24%生命值喔 然後站位要站隊喔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才可以補到全部的人 那烏砂是站在最旁邊喔 好那我們就看看這個戰鬥的過程吧 戰鬥過程會有一點拖 所以說我這邊就用快速的播放喔 好戰鬥結當結束喔 所以說可以看到喔 這是一個涼奶的這個陣容 然後呢 攻擊手只有烏砂一個人 所以說這個烏砂真的是還蠻 蠻好用的喔 評價又好用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 你有更好的這個攻擊角色的話 可以換烏砂喔 我這個陣容的話呢 只有一個烏砂 所以說呢 有的時候他 開大招的時候呢 對方可能不在寒霜狀態 但沒辦法嘛 因為我們這個 實力不夠 所以說呢 只好用4個奶 也不是4個奶啦 算是4個防禦的角色 主角是冰主角 他的大招是加護盾嘛 那全補的奶 那這個是持續補血 再加上防霧 那可以看到 這個矮人從頭彈到尾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烏砂的話呢 因為他是站在邊邊的 所以他沒有被這個 敵人給鎖定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靠一個人打 那也許後面的boss呢 也會用這樣的方式喔 就是 等於說攻擊手只有一個 好那我們看到後 這個打到一個 這個精緻的 這個材料 那我們就去營地來打造看看 看看會出現什麼東西喔 好我們選擇這個裝備鍛造然後高級鍛造 來鍛造一下喔 一樣齁 骰骰子 哎呀失敗了 普通 好 OK看一下是什麼 野蠻人頭盔 兩劍效果15% 攻擊15% 重擊加10% 還不錯齁 因為我好像這樣子就可以跟其他的這個套裝對起來了 所以說在進階的這個裝備的話呢 你看那個 裝備的效果 感覺影響蠻大的 尤其是 我覺得 這一個 攻擊速度跟這個 技能加速啊 我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所以說你看如果說攻擊手裝備更進階的這個紅色裝備的話 他的輸出又更強了 那如果是 充排行啊 打那個什麼海神嗎 傷害活動的話 你看這個裝備的影響有多大 那另外我們來看這個藍色套裝 藍色套裝的話 這個目錄者之心 有沒有 豁免加60 這個套裝裝上去的話呢 再對抗那種毒王的話呢 就會更好配了 好那這個遊戲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過關的陣容還蠻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賽季的機制 所以說 你如果說早一點過boss的話呢 就是 可以多 可以早一點獲得裝備 這樣子你在賽季打排行就會 比別人 更佔優勢 然後呢 多獲得一點死殺回想 那另外就是說 有這樣的陣容的話呢 你就可以少走一些 因為旺路 就是 不會浪費那麼多資源 因為畢竟這個是賽季嘛 所以說你如果說一直在那邊 重練 練錯角色 像我這樣子的話呢 那就會 浪費很多的這個體力喔 好了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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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